好,再来45题 有一条河流的速率是每个小时2公里 好,所谓的河流的速率就是水本身的速度嘛 这个叫做水速 那梦想号还有四维号呢 两艘游艇在这条河中的顺 他们在这条河中顺流航行 好,顺流和逆流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梦想号的航行速率是每小时10 那四维号每小时是走13 梦想号从甲地出发了两个小时之后 四维号才从甲地出发 几个小时之后呢 四维号会追上梦想号 好,这一题我们先把架构 它该有的观念讲清楚 我们看这一题 有一艘船在水上行走 如果已知水速是1分钟40公尺 那船速1分钟是100公尺 请问你船的顺流速度 还有它的逆流速度各为何 好,我们再讲这一个观念 先知道什么叫顺流 顺流就很像是你人 在往下坐垫幅梯一样 水本身有水速 水的速度以这里来说 他说水往下一分钟40公尺 那我人是顺着走的嘛 好,所以同方向人是往下一分钟呢 是100公尺 所以我们顺流的速度会如何 我们的顺流速度一定就是传速 好,所以顺流速度呢 就是由传速 加上我的水速 OK,两个人是互相帮忙的 那逆流速度呢 逆流的速度 你去想哦 如果我今天的这一个100公尺 这个的速度 对不起 这个的方向 这个的方向是往上的 那我知道水速还有传速是会互相抵消的 所以逆流的速度呢 他就等于传速 减掉水速 好,然后我们再把数字带上去 所以我就说顺流速度呢 就是用100加上40 也就是他每分钟可以走到140公尺 那逆流的速度呢 是传速减水速 每分钟可以走60公尺 好,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往前看一次 我们现在有两台两艘船 一个叫做梦想号 一个叫做四维号 再来 好,我把它变成这样子会比较好讲哦 那梦想号跟四维号 那我们现在都算出刚刚讲到的顺流速度 还有一个叫做逆流速度 来,第一个 梦想号的传速是10 水速是12 所以梦想号的顺流速度叫做10加2 这个叫做12 那四维号是13 传速是13 水速是2 所以13加2 这个等于15 OK,好,再来 逆流速度我们也一并算一算好了 逆流速度叫做10-2 这个叫做8 那顺流的速度 更正 逆流的速度叫做13-2 等于11 好,现在又是一个追赶问题 他说梦想号先出发 先出发几个小时? 先出发两个小时嘛 好,所以 我知道是梦想号的顺流速度叫做12 12乘上2等于24 也就是我的梦想号 偷跑了 比四维号偷跑了24公里 再来 今天四维号要去追他 那一小时可以追多少 一小时他们可以追15-12 一小时可以追15-12 一小时可以追到3公里 所以几小时会追到呢? 24除以3 答案就叫做8 8小时 OK好 这一个影片我想要讲的不只是这个题目而已 是想要跟你们再重复一遍说 传速和水速的观念 传速就是 顺流的速度等于传加水 逆流的速度等于传减水 然后 传速水速问题 再加追赶问题 就会造就这一种提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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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